中方注意到叙利亚举行大选的相关活动 估议国际社会尊重叙利亚主权和叙利亚人民的选择 一边喊着人道主义的口号 一边又把人道援助作为政治工具 实施单边制裁 这种作为究竟虚伪 更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叙利亚人道主义